这个男人一抬头就被头顶的三头黑熊吓尿了 他连滚带爬逃出熊窝 结果第二天就退赛了 这个男人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被狼群包围了 到底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这是荒野独居第一届的参赛者每天都要思考的问题 因为他们被投放在有着七千头黑熊 两百头狼以及一千只每周式的温哥华岛 他们在这里不仅要应对极度潮湿的天气 还要与野兽斗智斗勇 据说有一个倒霉蛋就成了野兽的下韭菜 这也是第一季一直被血藏的原因 挑战才进行到第二天就有人被黑熊吓退赛 那么接下来他们还会遭遇什么 让我们拭目以待 在被狼嚎吓醒后 胡子哥就再也睡不着 他没能升起火 也没有防身工具 如果狼群突然冲进来 那么他必然会领盒饭 于是在思考一整夜后 胡子哥拨打了下班电话 这也是人之常情 只有键盘侠才会觉得 被狼群包围不是什么大事 能够正视自己的恐惧 完好无损地回去 与家人团聚 对他来说 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挑战进行到第三天 还正下八名参赛者 这一晚长发哥也听到了狼嚎 只不过他的心态很轻松 长发哥将匕首挡在胸前 准备时刻与狼群硬碰硬 看来还是个隐藏大佬 现在寻找淡水成了他的首要问题 有充足的水源才能决定在哪建造庇护所 他这两天都靠着防水部收集淡水 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 为此他费尽千辛万苦 在荆棘中爬上一个陡坡 遗憾的是上面连个水滴都没有 没办法 他只能重新再找 再来看看桥 他今天的任务就是寻找干燥的柴火生火 最好还能找到海滩 这样就能在海边搭建庇护所 并且还能从海岸或去海带等食物 温哥华地数温带雨林 这里的降雨量比北美洲任何地方都多 到处都是潮湿的植物 阴冷的气候 瞧好不容易蹚过一条河 转头一看 好家伙 差点被吓尿 要知道 成年雄性黑熊的身体 可以达到900斤 瞧没办法 只能打肿脸充胖子 黑熊显然不吃这套 迈着大步朝他走来 此时的桥深刻意识到 生活才是第一要紧的事 再看大炉子 他在帽子上 缝了两个眼睛 这样就能吓退 习惯从背后袭击人的美洲狮 你说他菜吧 人家能成功生活 你说他是大神吧 人家却把美洲狮当傻子 在看维尼 他捡到个空心球 高兴得像个孩子 维尼也在用防水布收集淡水 他赶紧咕咚咕咚喝个够 与此同时 艾伦正在抱怨 在他看来 弄着四台摄影机 远比在这儿求生还麻烦 升起火后 最大的难题 也是水源 他走了好久 才到小溪 只是他也不确定 里面有没有寄生虫 之后他又找到一条阔鱼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鼻涕虫 看着肥美的鼻涕虫 艾伦猥琐地笑了一下 不想饿兔子 就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他将鼻涕虫身上的鼻涕煮掉 然后一口吞下去 别问 问就是肌肉味 而我们的长发哥 也已经找了一天的淡水 幸运的是 终于在海对面发现了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到达对面 他砍了大量树枝 然后用防水布包住扎紧 嗯 说实话 这船造的 必备野的海草帅 为了不让自己失温 他只穿了条短裤 就打算渡过冰冷的河面 没想到他还真的过去了 诶 你的娘娘真是个天才 障岸后 果然听到了水流声 来这三天了 终于找到了稳定的水源 与此同时 卢卡斯正在修建庇护所 他做了个三脚架 再横上一根原木 最后再将防水布搭上去 有一说一 这算得上是这一季中的豪宅了 卢卡斯本身就是野外生存向导 所以势在必得 生起了火 还有比较好的庇护所 目前看来 迎面很大 再来看看被熊吓跑的桥 本想赶紧升起火 但让他万万想不到的是 这里的树木都能拧出水 没有火源 就没办法取暖 并对抗黑熊 无奈之下 他只能立刻打包行李 寻找其他庇护所 经过长时间的搬运 他全身都湿透了 再看懒神 眼镜隔 他用斧头在枯木上 凿出一个洞 然后将防水布铺上 和他们不同的是 布兰特早就找到了水源 可他却生不起来火 所以想到了一个不用煮沸就能喝水的方法 那就是用苔藓过滤一下 这样就能把丹凝酸和细菌过滤掉 再看桥 在经过了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后 他终于找到了海滩 这简直是他梦寐以求的扎营地 潮水会带来瓶子 还能在海边捡到蚌壳和螃蟹 更重要的是 他还找到了一条淡水小溪 有吃的有喝的 简直不要太棒 心情变好 干活也麻利了 就连火也成功升起 眼看就要逆袭成大神 然而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与此同时维尼砍下一些木屑 成功升起火 这下终于有热水喝了 再看长发哥 他划着船 来来回回五六趟 身上都湿透了 胶着头也没知觉了 而且此时天空正在下雨 没办法 他只能快速搭建一个庇护所 让他能干燥且安全地睡一觉 长发哥做了个三脚架 然后将防水布扑上去 紧接着再将另一块防水布盖在庇护所上 这样会既能挡雨又很温暖 在这种糟糕的环境下 喝上一碗热水 顿时觉得值了 有一说一 能在大狱中做完这些工作 还没想过放弃 长发哥真是个狠人 再来看桥 真是乐极生悲啊 没有打火时就意味着 无法继续挑战 那么他会解决这个危机吗 你觉得谁能坚持到最后 欢迎留言 不见 不見 不见